其實在我們中永和地區 其實因為發展的比較早一點點 對於這些現有的一些空地 能夠來新建新的一個房舍 其實真的不多 那都是一些超過四五十年以上的 一些老舊房子 那老舊房子就是要改造我們城鄉的風貌 都需要來做都市更新 那都市更新能夠讓我們所有這些舊有的房屋 能夠拆除重建以後 我們也希望能夠增加這些舊屋的一些容積 能夠來幫忙打造改變我們整個城鄉的一些風貌 那舊屋要改建 因為礙於現在的一些都市的法規 一些公地的法規容積率跟建幣率的一個 那變成說造成這些建商業者可能不太容易 來談定這些舊屋的一些改善 那我們希望能夠增加這些舊屋改善的一個容積率 能夠鼓勵這些業者能夠來做一些發展 當然我們也能夠創造一些青年住宅的一個興建 其實新北市政府這邊也大力的一個推動 那在我們新北這邊大概目前已經有三個一個案子 有做了一個興建包括我們的三重 在大安段跟大同南段 總共蓋了有133戶 195戶的一個青年住宅的一個興建 當然在我們中和地區 其實在中和的秋風段這邊 大概跟我們秋風街跟景德街口這個地方 總共有蓋了地上15層的一個建築物 總共有814戶 814戶的一個青年住宅 也讓我們所有的一些減輕 只租我們外 只減輕我們青年人可能在租房子或買房子的一個壓力 能夠來在捷運非常方便 因為捷運環狀線就是外頭 交通也非常的一個方便 經過這樣的一個改善 我們希望能夠增加容積率之外 也能夠鼓勵這些建商能夠來興建我們青年住宅 降低我們青年買賣房的買租房子的一個壓力 能夠增加一些青年創業的一個機率 能夠大大的減輕年輕人的一些壓力